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因为她常常访问别人 然后我觉得很不好意思的原因是因为 我记得我们以前聊过Emma的时候 曾经有想过说 她如果多跟别人访谈的话 她的世界会变得比较就是多话题这样子 然后她也比较可以就是 谈论一些跟她生活比较不相关的主题 因为她之前在网路上一直被大家讲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你的人生可能才22年的经历 可是你却常常聊一些很哲学的议题 然后可是当她开始访问别人的时候 我就比较没有动力去听她的节目了 然后我觉得是因为我当初喜欢她是 喜欢她就是她闲聊的那个方式 是真的日常到很迷人 然后最近她就是又有几集是 比较自言自语行事 我就觉得很有兴趣 然后我觉得这一集特别想拿出来跟大家聊 是因为她那一集就在讲说 她为什么明明就是拒绝TikTok这么多年 但她最近就是可能因为她心理上有一些突破 然后她就下载下来了 她也没有到拒绝TikTok很多年吧 我记得好像三年左右这样子 我觉得就以一个顶级创作者来说 她算是做了一个蛮极端的决定 就是我完全不接触 可是她那时候的理由是说 她可能觉得在TikTok上面 她接触到的内容都会让她可能不太开心 她说她不知道为什么她的演算法 都会给她很负面的东西 要不然就是会推荐给她 专门说她坏话的影片这样子 所以她就觉得那干脆不看 可是她发现她的人生中 还是不断在划短眼影 只是以不同的形式 所以她就觉得 其实我根本就还是短音成音这样子 对啊我刚刚就想说 她不看TikTok 可是她应该还是会看Reals 或者是YouTube Shorts吧 对然后她就说 她最近下载回来的原因是 她觉得她生活中 有一些比较好的转变 就是可能朋友比较健康 然后大家都支持她 就是她心理上 开始对自己更有自信之后 她觉得她可以下载回来 但是我要讲的其实就是 我后续不小心看到 另外一个影片我下歪了 就是我最近刚好有在 追踪一个YouTuber 然后他们的那个频道 就是都会在分析一些 网路趋势这样子 然后给大家一些 有趣的社群新闻 然后她那个新闻就在讲说 大家发现Emma把TikTok 载回来了 然后结果大家的结论是 应该是因为 Metgala的 最大赞助商之一是 TikTok 你是看Coco Moco吗 没有我是看一个叫做 Infinance Girl 的 它也算是网路podcast 这样子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什么意思 因为我可能几天前 才听到Emma 跟我们分享 就是掏心掏肺的分享说 因为我的人生 有这些很好的转变 所以我觉得我有勇气 重新回到TikTok的 这个社群 然后结果网路上的人 是分析说 这个时间点 就真的是刚刚好 就是TikTok成为了 Metgala的赞助者 然后身为一个 Metgala参加的大户 而且他就是会在那边访问人嘛 那如果你在那边工作 你又不追踪 你也不使用 最大赞助商的 这个服务的话 说不过去 所以应该是因为 这样他有这样的 商业决定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他是一个超美隐私的人 就是他就算想要说 其实我心理上 也就是经历过很多挣扎 然后我觉得 我可以下载了 但最后大家就把它解读成 就是为了钱嘛 就是为了无斗蜜折腰嘛 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就有点 吓到觉得说 原来是因为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还蛮合理的啦 因为就对他来说 可能不下载TikTok 他的事业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 就是这件事情 可能真的会影响到 他这个很大的计划 所以他必须要 回来使用 那他也可能心理上 也要说服自己说 啊对对对 这件事情我做了 不会真的不好之类的 说不定是他签的什么合约 要求他要在TikTok上面 再po什么影片之类的 这可能还是有些 商业层面的考量吧 对 我觉得 我当时觉得很痛苦是 如果我自己是Emma 我会觉得 我的任何心思都不能 不能藏起来 你懂吗 就是任何的商业操作 大家都会觉得说 啊这个就是为了这个啦 你就是绝对不是 你自己心里觉得 哦TikTok还不错这样 那我只是觉得 哦就是Emma 这件事情还蛮好玩 但其实就是 我在更久之前 他曾经做过一集 然后我原本只是 报纸的生活中 需要陪伴的心情 点开来听 结果后来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他在做 那个Would you rather 的题目 然后好像是 他的听众 会传给他很多 不同的就是 主题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题目 都很怪 然后因为他就是一个 很喜欢过分解释自己的人 所以那一集很好听的原因 就在于 他可能回答是 一个超纯的问题 就可能是说什么 你要一辈子穿的袜子 还是一辈子穿同一件内裤之类的 然后他就会 针对这个议题 然后分享超多他内心的 就是OS 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 然后我就想说 哎那我们应该也可以 做一集来玩玩看这样 嗯 好所以其实刚开录前 我们分别从 网路上有非常多 这类型的文章 嗯 然后这些文章里面 都包含超级多题 这种二选一 终极二选一的题目 对 然后我是从250题里面 选了大概20题左右 但我们不会问这么多啦 对 我本来是想说 我们多选一点 是怕我们可能都会 想要问差不多的问题 就是尽量用这样删去法 而且我相信 今天应该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选了八题 我本来还想说 哦应该很好选 可是 我发现有太多题 我太容易选出来 我就觉得没有问的必要 哦 我觉得主要会被我删掉的原因 都是因为那样 有些终极二选一是 你不管选哪个 你都觉得很可惜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 好的题目 就是会让你挣扎老半天 因为如果真的太好选的话 那基本上 这集就没有什么 讨论的必要了 嗯 像例如有一题 我记得是说什么 呃 你宁愿一辈子都吃 夏威夷披萨 还是要吃那种 就是沾了那种 那个Rentious叫什么 奶油酱吗 蛋白酱 点优格味道的香村酱 对对对 他就说另外一个是 那种披萨这样 我想说 那我当然是选 沾了Rentious的披萨 就是 我是夏威夷披萨 因为我知道 我们一定会很快选出答案 这题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 所以那题就马上被我丢掉了这样 嗯 对 但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我尽量选一些 是我们听到之后会觉得 蛤 就是到底要A还是B这样 好那我先来 好 我的第一题是 你会想要拥有 Billy Eilish的未来 还是想要拥有 马丹娜的辉煌传奇 蛤 因为这题我自己也觉得很困扰 可是 可是真的 因为这两个听起来都很好欸 就是 对啊所以才要二选一 就是我觉得 我自己看这个题目会觉得 他想要问的是 你想要 有一个未知 然后感觉成长其无限的未来 还是想要拥有一个 你已经成功 的现在 哦 我懂了 我会选马丹娜欸 我会选Billy Eilish 为什么 我觉得未来充满无限的可能性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很有吸引力 哦 我很喜欢去想象自己 在未来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的样子 而且前提是因为我是Billy Eilish 就是我觉得 我的未来一定很辉煌 对就是不管我要做什么 我好像都可以 我可以 继续就是努力的做歌 努力的去表演 然后让大家 让更多人认识我 让更多人更 能够同感我的音乐 但同时我也能 因为我是Billy Eilish 我决定我不要做音乐了 我还是可以活得很舒服 哦 欸好合理哦 我刚刚的想法 其实有一点悲观 就是因为我觉得Billy Eilish 是一个很常被网路霸凌的人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 相比起很多 可能跟他很类似的 年轻创作者来说 他每次想要做一点什么的时候 都一定会先被骂个爆 或者是先被霸凌个爆 然后我就觉得 以马丹娜来讲 他也是一个开创时代的人 然后我知道他开创的那个时代 是我可能某方面向往 或是我某方面憧憬的 可是Billy Eilish 我是会觉得 我好担心他想做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做到 我想到的是这一点 可能是跟Billy本身的人生 有一点相关这样 你说你担心 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做到 是什么意思 就是类似 他可能未来也很 有很多想要 跟大家宣传的理念 或是他有一些 想做到的事情 可是我总觉得 网路上的人很常会 曲解他想要做的事 哦 就我觉得因为马丹娜 过去的话 我觉得网路的时代 没有那么的 你知道超级 发达吗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年代 有一些 我喜欢的纯粹 虽然那个纯粹 也有一点霸权的感觉 但马丹娜那时候 也是受到很多 争议言论耶 可能是因为我是 事后论吧 对 就是因为他也有被骂爆啊 而且只是那时候 被骂的方式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即时性 你在他的 社群媒体下面 就会看到 或者是你的私讯 每天都会有这种 很多很恶毒的谩骂 但是马丹娜 可能是实际上 他们要花时间写信 然后寄到经纪公司 对 寄到唱片公司 或者是 他本人要去办演唱会的时候 外面会有那种示威团体 哦 对 好啦 对了 所以这一题真的很棒 因为好难选 对吧 我那时候看到 我都觉得说 这题很有趣 我第二题也是跟名人有关的 就是 你宁愿成为 卡戴山家族的议员 还是成为 欧巴马家族的议员 哇 哇 这题是不是真的很难 好深思哦 这一题 其实我当初已看到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我好想成为 卡戴山家的议员哦 主要是因为 我想要知道 他们真正的个性是什么 哦 这也是这么纯粹的原因吗 因为 对 因为我觉得 卡戴山家族 他们对我来说是 呃 要不是极度真诚 要不就极度表演 然后我的猜想是 他们应该有一个面貌 是我们从来都不会看到的 然后我真的好想知道 因为 我觉得 例如说像是 蜜雪欧巴马好了 他有podcast 然后他有出书 然后他分享 他从小到大一堆事情 什么育儿经 我觉得对我来说 他算是一个蛮 真实而且全面的人 可是卡戴山家族 对我来说像卡通人物 对 所以我就想说 我就是要看看 跟卡通人物坐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 哇你这个想法 非常的纯粹耶 对 因为我刚刚想的是 我要拥有 卡戴山的名声跟钱 还是我要拥有一个 没有名声 可是我会过得 很舒服的人 哦 我想的是这两个层面 所以我刚刚就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我最后的结论 是我要当欧巴马的家人 你说就大家 不会对你的私生活 就是一直 想要探究这样子 大家可能想要 可是大家不会过度关注 哦 然后我可以一辈子 活在我爸的羽衣之下 我觉得蛮好的 其实对 如果为自己着想的话 其实应该要选欧巴马 嗯 我存在是一个 就是网路上面的小民众 想说我真的想要 见跟他们神秘的面杀 蛮有趣的想法耶 没错 好 我的下一题是 跟我们最近有年龄焦虑 这件事情有点关系 这一题是 你会想要活到两百岁 然后你的外表 会一直跟你的年龄 是相符的 还是你想要活到六十五岁 可是你长得像 永远都像二十二岁 哦 这一题其实我前几天 刚好想过 就是 这么一模一样的吗 这么低调吗 没有到那个两百岁 但是我曾经有想过说 如果我今天六十岁 然后我看起来像 二十二岁的话 嗯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这个类似的思考耶 对 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 是我觉得好可怕 嗯 就是因为如果说 我现在二十八岁 看起来像 十八岁 听起来可能还行 可是我觉得今天 当那个心灵 跟外表年龄 差太多的时候 你不觉得那种 细思极恐的感觉吗 对啊 所以我的话 我会宁愿 活到两百岁吗 这一题我是选 活到两百岁 因为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嗯 就是 我光是想象 如果我今天 在社会中生活 然后我身为 可能已经六十岁的人 大家还觉得 我是二十二岁的时候 我应该会受到很多 我不想要经历的困扰 对 而且我刚好想到说 假如说你今天 跟你的女婿好了 你跟你的女婿出去逛街 然后就大家以为 你们是夫妻 不觉得超可怕的吗 哦 完全没想过这件事耶 就是因为我会一直想到 就是那种 呃 当你年龄 跟外表差太多的时候 会出现那种 很尴尬的状况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你本人会觉得啊对啦 我就是看起来这么年轻 可是有时候 你看起来太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反而会 很害怕 因为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视觉跟心灵 会有很大的落差 对对对 然后像是 如果你想要交朋友的话 可能你每次去靠近 跟你年龄相仿的人 他们想说 你是谁啊 哪来的小朋友 这样子 诶 但是这其实也有个好处耶 就是你可以永远的混进 现在最年轻的一群人里面 就是最有活力 最有无限潜力的人的里面 其实也不错啦 好像蛮好的 对但是因为刚刚你说 六十几岁的话 对 可是就是你六十五岁会死 哦哦哦 OKOK 好像有点太短了 我觉得蛮好的 我现在有点被 被说服了 假如六十五岁的话 好像是有机会 可以保持一个 真的很年轻的生活态度 嗯 然后 可是就如果你六十五岁 你真的开始做了一些 什么人生大置业 然后人生就停在那边的话 会不会觉得无限万息 我觉得 这可能都有点太后设的方向去想它了 哦 那我唯一会想到 就是其实我刚才想这一题 我完全没有考量到家人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是六十五岁 还维持二十二岁的话 我根本就不会有家庭 哦 我不会有属于我的家庭啦 就是我觉得找到一个 这样子的另外一半 是有点困难的 对 所以如果是以一个 资深艺人生活的角度来想 我就觉得 那活到六十五岁 好像蛮好的 嗯 就如果我只是一个人 然后两百岁这样 我就觉得好累哦 对 对啊 而且你如果是 就是活得像你的年龄到两百岁 但是其他人 他们正常的年纪 可能就是活到八十到九十岁 就很孤单 对 这真的好 好可怜哦 我现在怎么好像在推销我的选择 对 所以你最后你是要选六十几岁 看你像二十几岁 好 我决定要选六十五岁 看你像二十二岁 好 那没关系 我选那个两百岁 因为我前几天就在跟我爸妈讲说 如果你现在 努力的把你的脸弄到完全没有皱纹 但是我明明就知道你的年龄的话 我就会觉得 突然内心很惶恐 但是我觉得搞不好 二十年后的人都长这样哦 就是因为大家都靠着医学的力量嘛 我们就可以二十岁 然后一直维持到八十岁的年纪这样 嗯 好 那我的下一题呢 我自己很喜欢是 你宁愿去上一个约会实境秀 还是去那种生存实境秀 我会选约会实境秀 我也会 因为我不觉得我在生存实境秀会生存的下去 我也觉得 而且因为我担心的是 生存实境秀我觉得我应该会愁态百出 就是可能体力不值 然后会是太饿 然后就在那边哭之类的 然后因为我自己看实境秀 我最讨厌看到这种人 所以我就觉得 我不可能会去这种节目 然后让我自己展现出 我觉得最脆弱的样子 我单纯是想到我不敢吃 一些长得很恶心的昆虫之类的 哦对对对 这个更不可能 我连水果都不敢吃 我怎么可能去这种生存实境秀 对 但是约会实境秀 还是会有点恐惧啦 就是它可能会让你 用另外一种方式 更丑恶的样子 被呈现在电视机 对是心灵的丑恶这样子 对对对 好吧 这一题其实没有什么悬念 我刚本来想说 因为你是一个看很多恋众的人 你会不会搞不好觉得 上恋众太赤裸的感觉 上恋众确实蛮赤裸的啊 但可能因为生存实境秀 真的是在身体上太挑战了 我觉得生存实境秀是 光是想象我要被丢到那个环境 我就觉得我现在 我现在的心理年龄 已经无法做这件事情了 我会每天都觉得好累 然后而且我会觉得 有什么好生存的 就这样子吧 就是如果你给我一个 这么烂的环境 那我就这样活着吧 对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会觉得说 反正就让我赶快被淘汰的话 也没差 没错 就是在生存实境秀上面 我会变得很消极 对 好我的下一个是 你想要成为 在那种很无聊的小事上面 做得非常好的人 还是在大家觉得是一个 很了不起的事情上面 但是你做得很普通 我的答案是 我想要在小事上 做得很好的人 我觉得我也是耶 因为如果是大家觉得 了不起的事情 做得很普通的话 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而且我很喜欢那种 就是我平常就很喜欢 在网路上发掘一些 把小事做得很了不起的人 例如什么小事 就譬如说 他可以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职人精神嘛 就是他非常喜欢一个事物 然后他自己精通到 这件事情做得最好 像是我最近 最佩服的一件事情 就是韩国的那个 Naver Map上面 他会标注说 你要再拿一节车厢 上车之后 转程是最快速的 就像这种事情 他们把细节做到最好 我就觉得说 天哪 好厉害 有在 就是有在想 然后就是 我如果发现 有人有这种才能 就譬如说 曾经有很认真练习过 然后让自己的 自己都长得一模一样 就是这种 别人真的会觉得 超级无聊的小事 但他做得很好 我就会觉得 这种人是宝藏 而且我觉得 如果是我自己 很私心的话 我会觉得 如果我一件事情 做得很普通 就算那件事情 是大家很佩服的 是什么事情呢 就像是 你今天是NASA 太空员 可是你不是阿姆斯壮 这种感觉吧 哇那我觉得 对我心理来说 有点压力 就像是我刚刚 第一个想到 其实是 我是一个 成绩非常普通的 医学院学生 就是虽然 考上医学院这件事情 本身就已经被大家 放在那种 金字塔最顶端了 可是 只要你在那个里面 觉得自己很普通 基本上 你不太可能会想说 没关系没关系 我已经在金字塔 最顶端了 我很满意 可是如果一件小事 我做得很好的话 我就会觉得 我拥有我自己的 一块小净土 就是我的自我价值 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我觉得 长久来说 我应该会比较快乐 虽然在社会上 可能根本就没有人 在意你的存在 对 因为就像是刚刚那个 NASA太空员的例子 就至少你出去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说 你是NASA太空员 对 只是没有人知道 你的名字 对 就你没有做过 什么很大的事迹 但你还是NASA太空员 没有错 但对我来说 我就觉得我喜欢那个 我拥有自己的一个独特 一个我做得很好的 无聊小事 我就会很开心 嗯 好 那我的下一题呢 其实这是 我的下一题 其实之前 我朋友有问过我 然后那时候 我很快的回答完 然后他讲完之后 我就整个人 就是脑袋很混乱 那这一题就是 你宁愿 就是可以说世界上的 所有语言 还是你想要 可以跟动物沟通 我刚刚有看到这一题 可是我马上就选择 我要说世界上的 所有语言 我那时候也是 嗯 然后我朋友就说 可是如果你可以 跟动物沟通的话 你就可以当 就是宠物沟通室啊 哦 你说完全可以 另辟一个 新的事业 对 然后我就说 可是如果我会说 世界上的所有语言的话 我就可以当一个翻译家 我也会赚更多钱 而且我还可以 就是成为 所有偶像那种 什么见面会的指定翻译 对 然后我那时候 还讲另外一个 是如果我听得到 动物的心声的话 我觉得会很痛苦 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动物在受苦 然后如果我试图 跟他们沟通的话 可能我会得知很多 我本来不想知道的事情 就我的世界 可能会变得 有点过度黑暗之类的 然后我朋友就说 哦 我刚本来想到 是去农场 可以跟动物 很开心的聊天 我没有想到 那么黑暗的地方 但我想到的 会跟你一样 就是我可能 再也无法享受 去动物园 或是任何就是 人类开的农场 哦对对对 休闲农场那一种 没错 然后其实这一题 还有另外一个变形 是你会宁愿说 世界上的所有语言 还是要可以弹奏 世界上所有的乐器 我是选乐器 哦 如果是这两个的 其中一个的话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一个 不需要靠语言交流的东西 所以用音乐 我只要随时有音乐 我就可以你知道 展露一首 或是让这个气氛 变得很活跃的话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技能 因为有的时候 你会讲语言 不代表你可以让气氛 缓和或活跃 哦 就是好像会 任何一种乐器 比较像是你拥有了一种 调节任何空间 场地 气氛的一个能力 嗯 我这一题我那时候 几经思量 我还是觉得 我想要会讲世界上所有语言 因为我觉得音乐能力的话 我会希望我可以写出歌 那你应该可以吧 如果你精通所有乐器 其实 了解 啊好了 这可能有点太多了 对就如果以完全 它那个很僵硬的设定的话 我会觉得说 啊会弹乐器比起来 我还是更想要 就是能够创作这样子 嗯 对所以语言对我来说 吸引力真的很大 因为这代表你去到任何地方 基本上你就少了一个 沟通的门槛 但我也有在想说 当你少了这个沟通门槛之后 会不会旅游 就不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了 因为你会少了很多 因为沟通而产生的误会 或是因为沟通而产生的一种 人跟人之距离之间的美感 就是你想一下 我们那时候去澳洲的时候 我们有聊过这件事情 就是当你用 别人可能觉得 你英文很好的方式 跟对方对话的时候 他就不会把你视为是外国人 嗯 哦也是耶 这样我可能就会更快 看到每个人的真面目 对你会更快的知道一个国家的真实情况 是什么样子 对你觉得好像没有很好耶 就是以体验生活来说 可能不会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可是如果是以工作技能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棒的选项 而且你绝对不会被淘汰 嗯 好吧 好这一题真的让大家可以仔细想想看 我觉得这一题真的很难 你甚至有可能变成稀有资源耶 对 我刚才要想想说 这样的话我就变一个人体翻译机啊 好像蛮好的 对 就是国家元首可能都很想要拥有你 没错 我的下一个是 呃我觉得算是很老生常谈的一个 大家想到终极二选一的时候 一定会问的一题 就是你想要 可以读别人的人心 还是你想要可以预测未来 我想要可以预测未来 我也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就是这两个其实我都不想要 可是我真的太不想要读别人的心了 哦 你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跟你一样 就是我不想要知道别人在想什么 嗯 单纯是因为我比较在乎我自己的未来 哈哈哈哈 而且其实老实讲 如果你可以预测未来的话 就是真的以很实际的角度来说 它也可以变成一个事业 对啊 然后可是如果你可以读心的话 我觉得没有很多人想要这种服务 你会变成国家元首的戏锥人才 说帮我来读读 他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对啊 就你们今天在什么很重要的商业谈判场合的时候 对 可是同时大家会很害怕你 我觉得这是重点 这就很像沙丘的精算师 反正沙丘里面就是有一个角色是 因为他整个故事背景就是 建构在说 好几千年之后的地球 然后大家已经不信任电脑 因为电脑曾经就是有 太聪明 然后发起了一个机器人叛变 所以全世界就是禁止使用电脑 但是大家又还是需要电脑这样子的很精确计算的一些功能的时候 他们就训练了一群人 然后让那群人变成就是很像电脑一样的思维 所以他们可以去计算任何未来的可能性 或者是计算那种很高深的数学体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把它想成一个拥有超级电脑头脑的人类 然后这群人叫精算师这样子 但这群人应该不会被害怕嘛 因为他们不是预测 他是根据现有的东西去运转的吗 对但他们还是会被害怕 因为国家元首就会觉得你们这些拥有深层心机的人 哦 就他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可是他同时又是人嘛 他还是会有自己的心思 嗯 我也想到我前阵子在看的一个日剧 它是一个日韩合拍的 然后叫I love you 然后那个爱是Eye的那个爱 有我有看 我有想要看那部剧 因为反正那部剧他第一集 就是在讲那女主角有一个超能力 就是他只要看到你的眼睛 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嗯 然后他之前好像是在高中的时候 发现了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然后他就跟当时的男朋友说 哦 就是我只要看到人的眼睛 我就会读到他的心思 我今天好像是抱持着一种 分享他的烦恼 给男朋友听的态度 就他男朋友第一句话就是 好可怕 然后就逃走了这样子 就我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又觉得那个人很可怜 因为他也不是故意的 嗯 然后他为什么会跟男主角 就是可以有比较深度的交流 就是因为他完全听不懂 那个男在想什么 因为是韩国人 哦 所以他听到的心声 会因为对方讲什么语言有改变 对 因为他就是听到那个人 脑中在想的事情 所以那个男的可能想说 哇 这女生看起来好生气哦 然后他就想说 你在说什么 所以他就因为听不懂 所以他更愿意跟这个人沟通 因为他发现这个人没有在怕他 这就是目光之城啊 对对 虽然他的这个本身不是 不是以那个什么奇幻世界观这样子 但我觉得他的那个设定 我觉得蛮真实 就是通常大家会很害怕 别人知道你在想什么 嗯 好 然后接下来是换我 对不对 嗯 好 那接下来我这一题呢 是你宁愿你一辈子都是个和尚 还是你要一辈子都被狗仔追着跑 和尚就没有狗仔吗 对 对就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和尚 哦 那我如果被狗仔追的生活 我是过了很多才多姿吗 应该是我猜就是过着你一般的生活 可是大家什么事情都想挖 这样子吗 哦 那我想当和尚 哦 我的话我会选后者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在我现在的生活 我想说你们要拍就拍吧 因为就真的真的没什么好拍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今天就是很可能很长周旋在 例如说十个男的之间 我可能就觉得那我要去当和尚 哦 我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我不想要在没有被准备好的时候被拍 哦 就你要想你今天是狗仔在拍你 那你的照片就会像是被dispatch拍一样 莫名其妙就会出现在facebook 或是任何你想得到的社交媒体上 大家随便一滑就会滑到 然后你任何的样子都会被拍下来 啊 因为我刚刚本来想到说当和尚的话 就是你吃的东西 跟你的生活能做的事情可能都会比较受限 嗯 然后我想到的是如果被狗仔拍 可是你还是想干嘛就干嘛的话 嗯 那我觉得权衡之下我可能想说 好吧 你那么爱拍你就拍吧 嗯 我相信可能很多名人就是 除非你真的是到达顶端 你已经就是真的深受其了 要不然我觉得大部分的名人 应该都还是会觉得说 被拍 跟完全无人问津 还是要选择被拍吧 嗯 毕竟名声还是一个 他们会想要拥有的东西 对对对 嗯 我下一题是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日剧重启人生的话 可能就有想过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是你想要带着你现在所有学到的东西 重回幼稚园的时候 还是你想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但是已经知道你未来会学到所有知识 我会想要选 回到幼稚园 我也会选回到幼稚园 因为这个代表是我会真的变成幼稚园的小朋友 但是我拥有大人的头脑对不对 嗯 很赞啊 嗯 诶等一下 这赞吗 我要跟一群很幼稚的小朋友一起上学 我觉得就是单看你 你会 你那个时候的人生阶段到底想获得什么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带着一个很有目的性的方式 去再重新活过你的一生的话 你确实有机会可以变成你 现在都想象不到的自己 嗯 可是你现在这个年纪 然后你拥有了一个 你未来都会学到的东西 但谁知道你未来会学到什么 说不定你未来十年都没有学到东西啊 对 就是 你说不定未来十年就是软烂在家 你完全当一个不学无数的人 这样你也过得很快乐 而且我在想 搞不好你未来学到的是 世间很邪恶 所以早点放弃人生吧 哦 因为不是有些人 他是因为年纪增长 变得越来越有智慧 可是我觉得有些人是年纪增长 他越来越放弃 在这个世界上面获得什么 等于是你可能从 三十岁以前你就开始躺平 因为觉得反正最后也就那样 嗯 所以我觉得那种好像太早知道 你应该要知道的东西 会少了很多过程 嗯 可是我觉得反而 如果我带了我现在的头脑回去幼稚园的话 我会突然想到那个 我推的孩子 因为我推的孩子 他有点类似重启人生的概念嘛 所以他那时候就是在幼稚园 就开始看一些 很艰难的小说这样子 然后我就觉得 哇那这样很好 这样等于是我又可以从 已知的事实去 精进我自己 而且还没有人管我 因为没有人会管小朋友在干嘛 有点像是你突然间多了 二十年的时间重新成长 而且你的这个成长是合理的 因为你是小孩 对 所以我自己一看到这一题的时候 我就马上选择 那我要带现在的记忆回到幼稚园 对 好那我下一题 我觉得很困难 其实也不会很困难 好反正这一题呢 就是你宁愿当一个 就是受到奥斯卡青睐的 国家级大片的灵眼呢 还是你要去出演一个就是 难看到很好看的 就是chick flick 就是那个叫什么 类似YA片的那种 就是那种2000年 我们很喜欢看的一些 类似爱情喜剧这样子 对 就是你宁愿是 A还是B的灵眼 B 我也是 灵眼喔 对灵眼 所以我B还不是当主角 对不对 不对讲错了 是主角是主角 那我要当B 我刚才也是这样想 因为我想说 因为我就爱看这种片 我也是啊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有看到另外一题是 我本来不想选的原因是 我想说你应该描绘 就是一秒就可以选出你要的答案 就是你宁愿写出一本畅销书 还是成为奥斯卡提名的导演 都蛮好的欸 对 因为这两个都很吸引人 我可能会选 A 喔真的喔 嗯 我会想要选导演欸 因为我选A的原因是 畅销书它是已经很流行 就它会受到大家的喜爱 所以想必我未来应该 也可以靠这本书赚很多钱 我也可以靠这本书 我在卖给电影商 然后让他们去帮我拍电影 或者是我自己就可以成为 不管是编剧监制或导演 就我可以成为这部热门作品的 电影化的里面的一个 很重要的影视人物的角色 嗯 那这部分也会完成我从小的一个小梦想 就是跟影视作品相关的工作 那如果是奥斯卡提名的导演 但不代表这部作品是 大众喜欢 就是它说不定是取高贺寡 嗯 这样也没有不好 但是我喜欢就是希望名利双双 哈哈哈哈 好好笑 你想很远 哈哈哈哈 因为我刚本来想说 这两个都很吸引人 可是如果我是一个 奥斯卡提名的导演的话 我就有机会跟一大堆 我觉得很厉害的人一起工作 或是我可以在那边清点 我想要什么演员 哦对 然后我还要想到一个 很现实的东西 就是你今天如果是导演的话 除非你自己很有钱 不然你身为导演 其实你不太 你是有点被选择的角色 哦 但是作者 我已经是畅销书作者了 首先我会很有钱 哈哈哈哈 第二个我会有 我会有这个能力 我可以去撰写我下一部小说 它要往哪个方向走 那这就符合我这个 有点稍微控制狂的个性 哦 这样怎么听起来 当畅销书的作家这么好啊 我把畅销书作家想得很好啦 因为也有可能就是 我只成名了一本书 我就成为一本作家 然后还就是靠着这个名声 在外面骗吃骗喝 然后大家就会对我很失望 因为我之后写出来的东西都垃圾 可是我觉得的确 通常你如果是畅销作家的话 你很容易会写出 就是可以被翻拍成电影的作品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导演的话 我觉得通常导演的下一部 不太会是我来写一本畅销书 就它那个箭头比较不会反向 哦你是说畅销书作家 比较有机会往更多种方向去发展 对对对 然后导演可能他就是会专注在 他的影视作品的事业上面 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可能性来讲 因为我觉得我对于写作跟 就是当导演 可能都会有一点幻想吧 觉得这两件事情都不错的话 好像真的应该要选当作者 好吧你成功说服我了 我就是一个喜欢有无限可能性的人 我的最后一题 我自己看到的时候也觉得 两个好像都不怎么好 但是硬要选的话 应该选得出来 是你会想要成为一个很聪明的人 可是其他人都觉得你是笨蛋 还是你想要成为一个大家都觉得你很聪明的笨蛋 我先说我的答案 我想要成为聪明 但是别人觉得我是笨蛋的人 真的我想要成为后者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 大家觉得你很聪明这件事情 其实是容易被视为威胁的 就你会享受不到很多人的善意 可是我的想法呢 是如果你今天你很笨 你就会很难发现别人对你的恶意 哦但这样也会活得比较快乐啊 对对对没错没错 这就是我的想法 所以为什么我要选后者 就是我其实是个笨蛋 但大家都觉得我很聪明 哦对哦 诶你说服我了 因为我跟你讲 我刚刚第一个时间想到就是 你是个聪明人 但大家都觉得你是笨蛋 这不就是很像是 呃很多科学家提出了什么 就是推翻大家以前思维的那些事情 然后地球是圆的 对对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天哪你这个大笨蛋 或是你这个就是叛国贼 之类的 然后想办法要把你就是铲除掉 哦对耶 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应该存在 哦 虽然说大家对于聪明的人的确很防备 但我觉得大家对于 呃他们觉得 可能太出格或是太笨的人 他们也会有很多恶意 吗 会 然后我觉得聪明的人 就是会容易觉得 这个世界让人无法忍受 哦会太容易变得很愤世嫉俗 对对对 尤其是你就会觉得说 我我跟你们沟通有什么用 反正就只有我一个人 可以懂我自己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有的时候就是人稍微傻一点的话 他就不会想这么深 对 因为我自己觉得 我在生活中 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觉得我很聪明的话 我会 想说 哎我也不用去纠正你啦 就是你觉得是对的 那就是对的 但反正如果我今天没有感知到 这个世界对我有任何的不好的话 那我就 会让世界照他应该要发展的方式 继续发展这样子 因为我现在想到的都是那种很荒谬的喜剧 就很像豆豆先生会出现的场景 他可能做了什么笨行为 但是又刚好就达成聪明的人想要有的目的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就觉得 天哪你真的是这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对 然后豆豆先生感觉都很开心嘛 对啊 那我想成为豆豆先生 那我要当豆豆先生 因为我觉得想要成为聪明人的话 他可能会必须要有一种忍辱负重的决心 嗯 就是可能会是在我死后一百年 大家才发现原来他是个大智者 哦 孔子 嗯 可是这个就取决于你有没有这个野心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看到另外一题 是讲说你会宁愿一辈子都默默无闻 然后后世没有人记得你 还是你死后就是在历史课本上面是一个 就是呃可能以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就是流传千古这样子 嗯 然后我那时候想说 啊可是因为我对于留在历史课本上面这件事情 我没有任何留恋 我也是 所以就是不记得我就算了 而且如果还是以不好的事情记得的话 那我干嘛要存在你历史课本上面 嗯 对 好那我的最后一题呢 其实也是一个终极二选一大 大家很喜欢问的 就是你会宁愿要跟过去的自己有一分钟的对话 还是跟未来的你有一分钟的对话 我要跟未来的我 我也是 然后我主要是因为 其实我想过很多人会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话 是想要鼓励过去的自己 就是可能他过去的心理状态很不好 或者是他曾经有受到大家的欺压 所以可能很多人 就是在受访谈的时候不是都会说 我想要跟过去的自己说 你一定都会好好的 然后我就发现 我好像没有这种需求 就是 我觉得比起这种需求 是其实你不觉得当我啦 我自己在面对挫折的时候 我其实蛮不喜欢接受到这种 一切都会过去的鼓励 嗯 因为就是我当下就是真的在遭受痛苦 你跟我讲这些 我并不会觉得比较好 对 我会想要听未来的我跟我讲一些 我未来会过得还不错的话 让我现在的我有动力去追寻那个还不错的可能是幻想 对 但至少我有一个可以追求的东西 对 而且我觉得很有趣是 你跟未来的自己讲话 要是你未来的自己跟你说 现在一切都会过去 你会生气吗 哦 那我就说我现在过得很糟吗 我现在也没有觉得我过得很糟 因为我在猜想也许是因为你现在 没有在那个状态 就是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 一切都会过去 然后你会暴怒说 嗯 就是你凭什么就是用这么轻描淡写的方式 否定我的痛苦 嗯 我觉得好像这样的话 你就不太会太介意这种事情 可是大家通常想要跟过去自己说话的时候 你都会想到一个 你真的很需要 就是扶持支柱的时候 你不会在你毕业典礼超开心的那天说什么 你的未来一切都会很棒 当然我知道我未来一切都会很棒 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会想到是 过去需要帮助的时刻 哦好像是耶 嗯 那这样讲我觉得这一题很莫比乌思环啊 有一点 因为就其实 如果是回到过去 我并不是回到那个 最艰困需要帮助的自己的过去的话 那我也蛮愿意听未来的 我会跟我讲什么 对 因为我会想听说 哦我现在过得还是很好 或是他在我人生最得意的时候 然后就是一生很破烂那样 出现在我面前说 你以后会流落街头 我就知道说 天哪我要身心警惕 或者是人不要活得这么 就是骄傲之类的 我好像蛮想要受到这样子的警告 他完全就是符合之前那个日剧啊 我的可爱要过期了 因为男主角他就是 一直靠可爱 就是行骗天下 就有一天就是有一个超级 就他认为很丑的一个大树啦 然后就出现跟他讲说 我就是未来的你 然后他就超害怕 然后他的人生就开始分崩离析 可是 刚刚好也是因为那个人给他警告 他才正式说 哦原来人长大 社会失去可爱的 我需要找到除了可爱以外 我的价值在哪里 嗯就我蛮想要受到 未来的自己的一些警告 或者是忠告 嗯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 好像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 是我要跟过去的我说 的忠告或是警告 哦就是你也没办法跟他说 哎你这里要改一改 你未来就会不一样这样子 嗯 好像也是 对所以我 我好像真的宁愿跟未来的我对话 而且我超想问他说 你觉得我现在还需要焦虑吗 就是 无论是 例如说 呃 那他就会跟你说一切都会好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想听到吗 未来的自己跟这样说 跟你说这样的话 像欸 真的 就像是之前可能会有那种 啊如果大家都有另外一半 我没有另外一半 我是不是该焦虑 那我可能现在是在 要跟不要之间 好像我都可以做得到的话 那如果未来的我跟我说 你不用焦虑啦 反正一切都会 他不会跟我讲结果的话 我觉得更好 但他可以告诉我说 反正未来的发展 就是你绝对不会后悔 那我就会觉得 那我就照我现在的方式过生活就好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很另类的思想刚硬啊 对 这思想刚硬是 三体这本书里面 有一个算招式吗 我不知道怎么讲 对就他们研发了一个科技 哦对对对对 就是他会注入一个 类似信念的东西 到人的头脑里面 然后让你只相信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 我蛮需要这种思想刚硬的 对啊 因为我觉得就 如果是你自己告诉你自己的话 你就会觉得 好像无从反驳吧 但是其实言下之一 大家就觉得 我们可能很容易被洗脑 可能已经有邪教在 就是听这一集的时候 在旁边默默的准备 想说这两个人很好招募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不太会去算命 因为我真的很容易相信 别人给我的暗示 我也觉得我是 但是就如果今天那个暗示 因为我毕竟 未来的我应该很了解 现在的我嘛 我一定会想要给 现在的我最想听到的话 就是或是要怎么跟他说 他才会最安心的接受这样 所以是来源于 对自己的信任感 对 因为如果今天是一个 你不太了解的人 他可能会透露太多 你的未来 然后有的时候 假如说啦 他跟你讲说 你未来想做什么 都一定会成功 你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 有可能会想要偷懒或放弃 原本想做的事情 都不想做了 我反而会马上去尝试 我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喔 因为既然我做什么 都会成功 那我为什么好害怕的 但是因为我觉得 有的时候会有反效果是 假如说他讲说 你人生的另外一半 会突然从天而降好了 你可能本来有 想说要挑战自己的舒适圈 去可能社交之类的 然后就突然觉得 反正会从天而降嘛 那我就什么都不要试了 但是你反而在这期间 就把你人生中 所有的门都关起来了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是这样子的肯定的话 我觉得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所以我自己应该 就只会给一个方向 就是就过好你现在的生活 然后一切都会 以最好的方式展开之类的这样 那就是其实我们也 期望未来自己 会给我们很具体的建议啊 就是他不会是一个 不劳而获的事情 就他不会跟你说 你有一天会中乐头 对 或是他不会跟你说 你有一天会嫁给郭台铭 对对对 他应该会跟你说 你做什么都会成功 就会让我们知道说 那我可以放心的 去尝试我想要尝试的事情 对 因为成功的定义 有很多种 他不一定是赚到钱 他也可能是 就是你知道你未来 做这件事情不会后悔 他也算是一种成功 而且他也不会过度爆雷 以至于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有乐趣了 我们就是很需要 这种很general 已经偏向心灵鸡汤式的 信念耶 想要未来的自己 跟自己说一些鸡汤 对就明明我们现在 就可以跟自己讲 对 我刚刚说我有选到20题嘛 然后我现在有发现 有一题是还蛮有趣 我觉得我们可以 讨论一下的 最后一题是 你会想要免费旅行一年 还是你想要 现在就有 五万块美金 让你可以花 在任何你想要的事情上面 我想要免费旅行一年 我也是 我极度猜想 是因为五万美金不够多 我觉得不止 五万美金不够多 我们理性来讨论一下 如果我今天免费的 旅行一年 一年后我的这个经验 我可以出书 我可以拍电影 我可以四处演讲 我赚的东西 绝对不止这五万块 你真的是一个很会的 那个叫什么 就是做一件事情 然后可以再炸出 另外五件事情 你想想看 我就可以出一本书 叫做 我教你如何免费的旅行 一整年 而且我还可以 就是经营一个账号 分享我每次旅游的 一些景点什么的 就告诉你 哪里有好吃 好喝好玩的 为什么我可以 免费旅游一整年 对 哇对啊 五万美金算什么 瞬间就觉得说 当然是第一个最好啊 我当然要免费旅行一整年 真的 哦这好赞哦 我好想要哦 免费旅行一整年 那在今天的最后呢 我们选了一题是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这一题 有听到的各位呢 可以帮我们留言 留在Spotify上面的留言区 又或者是在 限动分享你的结果 然后tag我们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 好 这一题我当时没有选 其实是因为我很怕 我们会聊得太严肃 这一题就是 你宁愿这个世界的人 都不把所有事当一回事 还是这个世界的人 全部都是认真模仁 哦 好 对 所以欢迎大家 跟我们分享 你宁愿这个社会 是长什么样子的 哇 这真的很极端耶 对 好 那就希望大家 今天的单集收听愉快 我自己是聊得很愉快 对 那如果就是大家 有想要分享的故事 或是比较长篇的 一些心得的话 大家都可以到我们 IG的Bio连结 可以投稿到我们的 来信表单给我们 我们会在节目上的来信单元 回复大家的投稿 我们的IG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然后喜欢这集的话 也欢迎到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评论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